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段时间陈法拉远赴美国聊情商 近日抵达香港坐着薛老爷的七人车返回旧爱潮和温田的半山一号 主要目的是与薛世衡倾谈赡养费一事 更像薛家直接索要了5000万的分手费 如此天价对于薛世衡来讲当然只是个小case 陈法拉好友透露陈法拉爱收集钻石 因此这次离婚陈法拉除了有4000万现金 更有1000万的珠宝首饰一起拿走 由于牵涉的金额不少 薛世衡要与父亲商量才可以答应陈法拉的要求 看来陈法拉和老公离婚也离得很直啊 连分手费都让普通人妄言心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